美丽富饶的离乡来养 海陆一榜风景秀丽 民风淳朴 历代为兵家重镇 有18家群组姓名之说的螳螂群 就起源于来养 经过400多年历代传人的创新发展 目前螳螂群已成为我国著名的 传统武术十大流派之一 成为最能体现来养 乃至交通整个半岛传统体育竞技风貌 和特点的文化解禁 2008年 螳螂群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说王羽山是螳螂群在青岛烟台地区的主要传播者 那么来阳三山之一的李坤山 在螳螂群的影响力 则主要是在台湾地区及东南亚美国等国家 可以说是螳螂门的台湾派 李坤山是太极螳螂门第六代传人之一 1930年 李坤山任黄县警察队长 1931年 在山东国术馆任教 1933年 任来阳国术馆馆长 后任西北军教官 兼任山东省西南乡农校校长 1948年去台湾 传人为李洪杰 其子李登武等 李坤山的外甥曾因主演武松等电视剧 而明阳海内外的张炳斗 向我们说起了记忆中的李坤山 是非常的和谐 他不笑 他不说话 这是在我同校在节夜当中的 不笑不说话 不管看着你求人也好 福人也好 都是有个态度 再打一点比方来说 过去也没有车 也没有什么 过去骑马 骑马 他要回家一趟 有时候骑着马 或者骑着自行车 过去骑着自行车也很不容易 驾车 在路上 他又去到了山附近了 看着 自己山内的印 看着印实的印 不用走在眼前 老鸠儿就骑着马 骑着马 上前走 走到 碰着这个人 就说几句话 说几句话 走了以后 喊牑着马走 走了 看了印就走了 差不多了 快看不见 带上马 才能上去 带上马 去了 他叫了 你想有的学生 有的学生 并不富裕 他奔陷了一个大学生 大学生叫李淑哲 叫李淑哲 家里很穷 他看你是这个菜 他倒跳 帮你 帮你 再有个下个人 下个人知道 下个人有个 他有个学生叫 叫于成功 于成功 家里也不富裕 一会儿一般鬼子 骚当 骚当时 有飞机都给他炸了 把你 在下个人 撩下炸弹 房子都炸散了 我老爷偷偷地找一种 再重新去 给他盖起房子 据张炳斗回忆 李坤山 从学权到 1949年去台湾 其间 除了几段时间 在大连 平度 以及 莱阳国术馆以外 其主要是在部队供职 李坤山一生 痴心武术 螳螂群役 炉火纯青 尤其其枪法 更是精觉 名震海内外 我老爷原来是 跟着我的老老爷 李丹贝 丹贝他的字 他的 他的名字叫 李中祥 练罗汉拳 练了几年以后 这个我的老老爷 就把他送到江华龙 江老前辈 去练藤龙拳 练藤龙拳 莱阳吻了以后 回家来 交了纪念诊 也到大连了 到哪里 也交了一会儿 然后国首官来 国首官结算以后 他到平度 赢了 很大一点世界县长 县长 他不愿干 不愿干他们 你知道吗 是不是 不然以后干了这台宪章 可能从宪章到了布队城 到布队城那么这个党的坛长 一直到戴台湾 那么解放清道了 国民党就要撤退 国民党撤退 他对着能行吗 所以就走了 你这列坤山枪法 枪法所谓的枪枪 就是枪头子 凤凰山枝头 你看你清醒多厉害 一场就三个人了 这叫凤凰山枝头 1933年 时任来阳国术馆馆长的李坤山 和国术馆教官王宇山 参加了在山东济南举行的 全省国术比赛 而后两人又代表山东省 参加在南京中央国术馆 举行的全国国术比赛 王宇山获优胜奖 李坤山和大枪赛冠军 1933年 这不是我通过那个大案馆 请到大案馆 有些资料 然后按这些查的 向了那个什么 激难 向了激难搭理 那时候激难时 有一个行为 杨处长 杨处长说的 那清万方行的打 所以打死无论 老爹一开始也不打赶 最后老爹就斩开了 斩开了把那个 对手呢就打下台去 打下台去 接着太远去 没打死 反正就把他给打 打下去了 王宇山一球下半身 啥把你进那麽起 一个球就小一半 他们当初 在南京 张杰处 小肯 打了一台 也挺说过的 有本事的想去打 没有本事就能给打下来了 你会到激难去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成绩都很好 我大了 什么的 就选以后 就南京过跑这个人 我大爷爷当时呢 对你来打呢 当时把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打的踩了下去 打踩了下去以后呢 说他犯鬼 说犯鬼 说你打的当时受骗了 那个总裁判长说 哎呀王老师 行你这种打算吧 想你这种打算 没可能打过你 你别打了 第一就是你的了 就不然打了 他下去翻车 碌碌碌 一走结巴 把那个活鸡连的 就是用撒火腿 到了 一会儿那个台子 去路来搞 到了那个台子 就是根系了 好一个我都吹 一吹 把这活鸡撮台下去了 说我爷爷就是 也就是 大妈娘 让他知道嘛 打完以后吧 还要下一轮还要打 说宣布就说这个 王游山这个圈不要打了 就想想着有多少也不够他打的 他就用这个路路吹一周这半生 就用多少也不抗他打的 就总之他比赛嘛 那时候还不求的主席 在那儿打了一台 打了一台 有六周园 他就是十分三高 十分三高 在进展打了一台 然后还不求有四脚 叫我出去打起来了 然后那个主席是个麻料 你还不去就选了 你要这传军这么厉害 你要有个谁干学 说靠靠的事啊 在南京靠靠的 啊 有张建西王正尉 外国人 哈 跌脚 哈 把外国人 都打倒了 然后这么 这么去就这么过 整过了嘛 啊 所以 张建西王正尉 我就在厢下请的卡 然后说在进了 赶口回来 去 叫我这个宋老师 去宋老师 买了什么 买了一双鞋 关心没有大批鞋 哈 买了一套 服装 然后去 去这个 去这个 去见老师 就约翰 就你 那你是不是 打了 打不了他们 他们 所以旅行 干绝 也就需要录着 白痴 哈 在中央国术馆 举行的 全国国术国考中 李昆山 已经决了 枪数 鸡押群雄 获得最高奖 银顿奖 蒋介石 曾为其 亲书金饼 一支干戈 镇东扬 半世英雄 传天下 蒋介石 在这个事 非常的其中 就送了他一个 编 请子写的 就是一支 赶戈 真懂 样 半世英雄 串天下 为什么叫半世英雄呢 他那会就四十多岁了 四五十了 三三年 那会就四五十了 所以 你编文化大革命 我回家办小时 他们说文化大革命 太罢了 现在告诉我 哎呦 你编真假 搞都 批都批不动 少活 执拉执拉的 所有 关于李昆山这次夺冠 张炳斗 还向我们 披露了一个 显为人知的故事 他的唱强第一嘛 当时 当时也 他也拿不着这个第一 为什么拿不着这个第一呢 当时的裁判院 也偏向 就说在套台赛 最后 宣霸管押军的时候 因为李昆山作逼了 好 南京国宿管的 管张 他一个字 抓对手了 他两个不就你冠军 就他冠军 他两个在炸的时候 当时 那个厂一掌二 签文 穿棉花 签文花 包着布 镇上坟子 这个比赛的人 都传一声黑一声 传一声黑一声 他要求的也说 颠倒为主 不要上印 就说 那个墙 扒颠上一下子 塞上就一个被打 他就说 你打他也抢了 你台盘院 当时他不是的 当时 台盘院以后 叹 翘落 吹哨 摆气 就这么三个动作 一翘落 一吹哨 气一摆 在那里送了一句了 你送就 我老爷打了 他 十几个瞎子了 现在有十几个瞎子了 没事 台盘院怎么看着 我老爷一看 那肥 当他打他一下了 那就 那就他冠军了 我老爷就是 把枪一撂 结果跳一点 把手一举 说 第一我扬了 先生 他不说我批了 说我扬了 这个第一 因裁判的因素 李坤山差一点 没能夺得这个冠军 后来在蒋介石的干预下 比赛得以重新开始 李坤山最终获得冠军 你会讲解释对他 蒋介石在抗台上 就在主席台上 蒋介石说 李坤山 说我们分胜负 你怎么能扬了 他不动 他不动 我老爷说 你看看我扎他身上 都是不得了 裁判院没看着 裁判院没看着 我不扬了 说能行吗 蒋介石把招的一拔 说李坤山我问你 你敢不敢再打 你敢不敢再逼 我老爷说 我怕什么 蒋介石说 带笔 带笔的话 要是裁判院 怎么看着 这个 这个蒋介石 这就不要活得强 他大部分事情 他保险保证你 这会儿 两个人打 裁判院都很阴障了 你会儿都坐了 小房东 四个家 坐了 都坐了 现在裁判院不多了 裁判院都在那 都在那 好生看了 假设这会儿 一说服就坏了 我老爷一板块就不想应 他不想应 这会儿好 炸的时候 炸了第三枪的时候 火了瘾了 把一枪 把他调态了下去了 调态一下 抢救给人 现在的态度上的 这些人都把我老爷抬去 最后现在要那聊 就上上天来聊 李昆山1949年去台湾后 从此与大陆天隔一方 杳无音信 有关李昆山去台湾后的情况 还是87年张炳斗去美国讲学时了解到的 我老爷到了台湾 我出去因为我才不接触他们 我这个87年美国邀请我去讲学 当时我怕去不了 以后我相当单位 很支持我 一共产 给我办好了 结果我去签证 我就去了 在年来当时我去讲学的时候 整个的美国台湾 都有人去听课 都有有人去听课 当时都不知道 我和李昆山这关系 我讲到一些理论的东西 他们台湾也去听课 说你讲的这个东西 怎么好 李先生 有些想通 我说哪个李先生 其实你要说但很小 但是在记忆当中 闹着有他的东西 但现在经过大 但经过的 但自己的理解 但又变成咱的话 讲他们感觉是一样 我说哪个李 他说李昆山我笑了 我说那是我的外祖父 所以台湾人都不就告诉我 当时我老爷的情况 当时一去了 就在阿里山下边 阿里山下边 自己一个 一个小度院的房 因为他情绪非常的低落 非常的悲观 感觉你看看 在一辈子 就怎么样了 连到台湾来 睡三年不出门 对台湾三年不出门 对对对对 他当时读的时候 睡梦 一直睡陪着他呢 他一个秦武兵 秦武兵 这个过去叫霍兵 就是秦武兵 他叫 他叫 什么名呢 一直陪着他 陪着他 都陪着他去吃 据张炳斗介绍 李昆山在台湾的传人 主要为李鸿杰 李登武等 其螳螂群 在台湾 东南亚 美国 法国等国家和地区 有较大的影响 我大鸿 我大鸿连得很好 我被我三鸿不连 我的大鸿 在大陆什么都都是 叫李子墨 他到了台湾以后 叫李登武 叫李登武 我当时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有的我看个报道 说李登武怎么联权 被李昆山的儿子 李登武怎么联权 李昆山怎么 这个不讲当年 我就说 我的才鸿 说我老爷儿子 我叫他鸿 我哪有个李登武的鸿 对不对 以后 就是我大鸿 给了名了 你大鸿连从法国来 从法国来 来找我 听说我在听到 听说他在法国 有个大学来教中文 来找我 他比我大 他年年 他比我大两岁 来他一件事 我就 这不得好他意思 他说他的台湾经 我顺应介绍 跟我老爷 一直连到初中毕业 连到初中毕业 以后不连了 就到了美国了 到了美国以后 就现在到了法国了 李昆山 王宇山 济南 南京一战成名 自此 螳螂群 深圳舞台 扬明 海内外 都从那开始 传出去 螳螂圈望 说李昆山的强 王宇山的圈 从那也有 当然当时看比赛 肯定也有 也有很多外国人 应该说 从那开始 也就命令 海外了 都知道 中国 螳螂圈厉害 音乐 美丽富饶的离乡来养 海陆一榜风景秀丽 民风淳朴 历代为兵家重镇 有18家犬组姓名之说的 螳螂群就起源于来养 经过400多年历代传人的创新发展 目前螳螂群已成为我国著名的 传统武术十大流派之一 称为最能体现来养乃至 交通整个半岛传统体育竞技风貌 和特点的文化解禁 2008年 螳螂群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螳螂群的传播发展史上 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 来养三山之一的崔寿山 崔寿山自彭宁 来养是万地镇东株路人 是太极螳螂门第六代传人之一 崔寿山是螳螂群第五代传人 宋子德先生的外甥 1905年随宋子德先生学习螳螂群 1912年开始传授螳螂群 1933年任教于莱阳国树馆 1935年在烟台开设崔寿山群法 1937年开设寿山舞馆 一博传人为烟台张凯棠 崔骏 其子崔洪赵等 崔寿山在烟台及交通舞台深具影响力 可以说是螳螂门的烟台派 我身后这里呢就是一代螳螂拳宗师 崔寿山老先生的故居 崔老先生1890年出生 一直到1969年去世 他一生的时间应该说 除了外出拜师学艺 开设舞馆传授螳螂拳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那现在这个房子是1984年重建的 在重建之后 已经很难寻到当年的痕迹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 崔寿山1969年去世后 葬在村西头一块坡地上 据了解 这个墓地是08年重新修建的 太极螳螂拳第九代传人 刘旭基为崔寿山先生撰写了碑文 对崔寿山先生一生为螳螂拳的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也就是在那个06年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就藏在这个地方 藏在这个地方就是 08年这边又为了燕台又提卸下来 提卸下来又联建了 联建了以后这边在12年这个 曾经来都来扫着墓 他刮崴了 厌财了 打烂了 土地土山都过来 一起扫着墓 哎呀当时我爷爷去世的时候 哎呀趁来靠人士全城 可以说全城的营都出来了 把个大街位都满满的 因山因海的 简直可以说是 顾得吹手 顾得吹手 是吧 靠人士走几步就是一庭 走几步一庭 一直从城东处走到城西头 才用地的才 这城的营 对我爷爷这个 还有这个增强程度 真是 真是没法享用 可以说是 都说 还有这个老爷爷 出事真快些了 这真是对我们 这个武林界的 一大巡视 可以说是 自炊手山大师 1969年去世 至今已过去了 60多年的时间 随着岁月的流逝 现在的东猪路村 已是旧貌难寻 与营手山大师熟悉的 当事人和知情村民 大多已过去 营手山弟孙 崔广和和几个知情村民 向我们回忆了 当年营手山大师的 一些往事 现在老爷去世 这么多年了 不管就是 把社来的事 还有些年轻 都结束了 都对老爷平衡很高 他那无德 这儿有本书 他自己生了个书 生了本书书 我看 都自己都 他拿团的 他不敢说 你有才能行 都得弟兄们把这个德行 塞学活的 才能教你了 就是把他们说 都压了刷 他能够做团 说那上院 你要学一个圈子 我能够做团 下去 就打下来了 哎呀是好业 骗得是好 骗得是好 在家里 在台了 管管 要不要 老家老师 外面 管管 就点手哈远 管管 不说 不叫艳阳 他辈儿挺 挺熟的 不叫艳阳 不叫许许大爷 不说话 家伙 说艳阳对什么了 许许对什么了 想起这么样 人家的屁 得他好 其实 其实那事 从院团回来 回来 在那个 雨房冬天 就说老爷 上雨房 去刷 也在上雨房 弄花 不知道 刷 刷了 到 小爷 心想 哎呀 说叫老爷 看看老爷 呃 这个功夫怎么样 呃 这会儿 哎呀 孙家哥 说我老了 不行了 孙家哥 把孙家 把孙家伏起来吧 我说 嗯 雨房 最少年轻了 他说话 说好 他扶起来 老头扶起来吧 再考虑哈 这会儿 一罐 谁要扶起来 一个不行 又加两个 两个也扶不起来 三四五个 说话 我们把也扶起来 这就说 哎 所以 这下 行了吧 这就说 一死了 就行了嘛 崔广和回忆说 当年 崔手山 从烟台回来后 就在自家的院子里 交售螳螂 学权的村民 打百人之多 回来的村子呢 也许 教他们 那个是 民兵啊 我那边 一切 教他们 练劫 那个 畅远劫 又是畅远劫 跟他们练的劫 跟他们教的劫 这 说话吧 而是那事 就教他们 练这个 练 套劫 我冬天啊 冬天 弄 弄 弄 弦的时候 他们有碰 那边 千元的 站 站 一远的冬天 这时候 躲了 就 我有个 南远呢 在南远 搜搜 搜南远 去学 我那边 学了 学了点 展布 散水 那个展布 那是 水有了 你村 你能 在海 也好 对 往下 学生 复杂了 他就 就不久 现居住在 烟台 崔寿山的 直孙 崔浩 自小 因病 跟崔寿山 协谈 螳螂拳 曾在 来山 螳螂武术馆 任过教练 他对当年 跟随 崔寿山 学权的情况 记忆由深 当时我的爷爷 回到家以后 曾来 也挺重视的 曾来就有个 俱乐部 因为我们 东西路次 爱唱 警戏 唱 警剧 每年过年 都拍一些 警局 节目 当时 曾来 就是 就是 每天晚上 在这个 排练 这个 警局 节目 之前 就叫 大家伙 都跟着 跟着我爷爷 学 学一下 唐浪泉 说一说 都给他 床吹 展布 联 几名 我十五岁能练 我爷爷就七十岁了 当初 就开始教我功夫 教我功夫 特别的硬件 特别的严格 对我这个功夫 教的是 特别的严格 我 练 一早一试 必定要 学好了 手脚到位 练不好是不行的 当时 我那时候 我还 上学 我就早晨练 一个小时 晚上回来 再练一个小时 这就两个小时 这就是我们词 还有几个 也对 一块根子练 这都以后 所以说我的爷爷 对我这要求的 特别的严格 这就是平时 我那些叔叔 我的 我的叔叔 还有几个大爷 都给他学 当时我的叔叔 是一米 也是一米 七五六六的哥 身体长得特别 长得 踢小钱 都是五六百斤 都不上免头屁了 踢个都相当的壮 但是到了我爷爷手 不行了 一笔划一掌 一掌 就打出去了 这是我亲眼说的 简直上 当时我也要说 原则里有一个草桌吧 隔着呢 有五六米 就有 是不是 一笔划 这个掌 你说 你想的 用个什么手 一用 一用 一脚 一掌 打出去 你现在 这个阴就走了 就飞在草桌上 我也要说 当时我们练的时候 练这个 打这个洒带 这个洒带是撞伤 散包紧 黄斗 能扭皮疯起来 这么打 这么用张皮 用拳打 用宝的炕 帅手 干练的 能把这撒带 打出去的以后 打个隐身 就和打一个水样 飘的时候就出去了 哎呀 我这真是亲眼看见了 崔首山先生的外甥石敏奇 多年来致力于 崔首山螳螂拳的挖掘整理 他向我们展示介绍了 许多崔首山先生 在螳螂拳方面的 宝贵食物资料 在烟台 螳螂拳博物馆内的藏品中 崔首山先生所著的这本 螳螂拳谱 尤其引人注目 据石敏奇介绍 崔首山先生 毕生致力于 螳螂拳的研究与发展 其不论是实践 还是理论 都有很高的水平 他所著的这本 螳螂拳谱 现珍藏于 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可以说是 螳螂门最为系统的 武学典谱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这本拳谱 从踏脑圈的历史院员 以及到踏脑圈的武术套路 连共方法 提供 包括阳声的 各个方面 很劝练的一部武术进去 包括就是说 武术的愚昧之道 弃共方方面的排共方 他是即历代 就是踏脑圈打死 和总死 就是即大臣吧 加上他的信德体会 包括事实方面 争理创变而成 崔老师 为什么 在这个 赖阳散散有名 在燕台这个地区 这个 生命原样 无非这么几个条 一个都是他当作 偷了名死 宋志德 他得了他的一波进川 再一个就是说 崔老师 把所有的 太极汤蓝圈的东西 都不太汇聚成词 都留下来 这就是太极汤蓝圈圈 这就是说 永续阳续后印 游离阔异 游将可顺 这是最大的工具 据石民企介绍 崔首山先生 1912年议程后 先后在来阳 海阳 七峡 福山 安徽 烟台 大连等地 社馆授徒 教授 螳螂拳 其间留下了 许多颇具 传奇色彩的故事 崔首山先生 在燕台 疫城以后 向燕台去 向燕台去以后 当时 日本协定队长 他就看中国功夫好 他们搞了个拽救 想着 崔首山先生 实施中国功夫 到底怎么样 你知吗 他当时从 崔首山先生来这儿 我给你个后颅药 你老了 你老了以后 就是你能把我帅走 就三明硬了 他当时把 崔首山先生 抬起 就包起来以后 帅 下来不死 崔首山先生 还是麻烦 毫不动摇 以后他取得大量 加工都很高 崔首山先生就是说 很愤怒 我中华民族的东西 能传给你过空吗 注意语言不通 坚决拒绝 像那个 来啊 那个国民党 显尔市的 少将市长 赵宝渊 当时他以 台籍教练为名 拼求崔首山先生 崔首山先生 就代言拒绝 归见不开 你知吗 他当时 马世山 蔡岸什么的 都是他们 代言拒绝 所以 当时就是 南洋国书馆 这些 老权死 老权没的 他们这些民族性 正义感动很强 你像四六年 马路军 角统军区 司令部署 南洋五个庄 司令员续席 有政委零号 问 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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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艺高强 当时叫 训练 警卫营 那个 提出 他现在就说 先言解除 崔首山的 直孙 崔浩 还向我们 披露了 吴佩福 请崔首山 任教的故事 当时 那是六二年吧 有一个波警人 他连太极拳那个老子 能有六十岁吧 长得也挺精神的 也挺棒的 这么就来拜访我爷爷 两个我看就在炕上座子 在那书啊 吃了饭以后 两个都说 说说就比划起来 他就说 他的太极拳 怎么四两破千金 我爷爷就说 套狼拳 怎么怎么回事 两个就开始比划 跟比划的 比划的几手 我爷爷说 哎 但抗上比划不开 咱们上圆的吧 哎 这个太极拳老师 说不不不 说崔老师 说你的功夫 哎 我是知道 你的功夫 就不用说 我是肯定不行 老师的 所以说从这一点看 这个太极拳老师 他也知道 他通过这一四手 就知道我爷爷的 这个内功 外功